那接下来我们就掌声请队长 来到这边的见证台 好好见证一下您的这个队员 好不好 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最震撼的表现 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为他而战 那能时日时都沉心如意 苦难伤痛要学会忘记 何必处处为难你自己 因为我们是姐妹兄弟 街后余生才有缘相聚 这份夫妻好好来珍惜 才不辜负那苦难经历 我们要勇敢做自己 只要坚持不放弃 你就赢得了自己 一个更加伤大的自己 三位点评嘉宾听完这首歌的感受 还有我们现场各位可爱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被打动到 春伟 感谢你们给我们制造了这样一个集体 让后面可能的人知道 有这样一个温暖的存在 那么我们未来会有抱团取卵的 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榜样 谢谢中国梦支队 谢谢老师 我知道一个人要接受身体上面的不完整 有多么难 而且是特别意外以后的 所以在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真正地去做心理重建的时候 他需要有一个我们所说的精神领袖 所以孙代长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 你们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赋予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们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说我祝福你们能够把这个意义 能够更加地传播到 更多需要你们帮助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那里 队长 此刻就正如大家的精神导师一样 给了大家温暖 但是他最高明的不仅仅是他给予这些人的温暖 同时也教会大家再去把自己的阅历 经历成长的过程 再分享给更多人 形成一种互助 在这里呢 我也帮不了什么 我就祝你们幸福 非常期待我们现场的观众 一会儿给你们助力加油 各位观众 十秒钟 请准备 三 二 一 计时 开始 时间到 二 零 六 七 两千零六十七个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也恭喜你们 梦想是越来越近 再次把掌声送给了不起的他们 谢谢 谢谢